中文字幕——YK 那所以传闻早在奈良时代 这边有写八世纪左右 在护正诗文的这种记录描述当中呢 就已经有所谓尘子之间的蓝色情世 所以他在奈良时代的时候已经有这些流传 然后呢又是传闻 平安初期九世纪左右 从唐朝传来的宗教就是佛教 然后在和尚之间 他们也流行所谓的和尚 就是和尚跟智儿的那个关系 等一下会稍微再说明 那平安时代 平安初期是传入佛教 然后平安时代那时候已经有一些小说 像是一世物语跟原世物语 那原世物语大家比较熟知 大家知道原世物语的作者是谁吗 执事部 大家知道他是女生吗 他应该是最早的小说吧 然后最早小说的作家是个女生 这也是很有趣的一个例子 那总之他里面也有一些蓝色的描述 好在平安时期和尚的蓝色文化大为流行 然后到了末期贵族跟武士也开始流行了起来 所以进入了江户时代 这个贵族跟武士跟小姓的这个关系 也是一种蓝色的一个模式 那不过我们先看和尚 对这些资料都是从这里来的 参考的这里台面下的毕业楼日本史 就是蛮有趣的 他是以文字跟漫画的方式 然后把这些历史用比较浅显的方式来说明 好 那和尚跟志儿的关系呢 是因为和尚不可以进女色 OK 所以呢 只好就 那要怎么办 进蓝色吗 可以耶 总之对和尚来讲 只要不能进女色 你要进什么都可以 所以当时呢 就会有一些贵族 他们想要把小孩子送到寺庙里头 去学习一些礼仪 所以呢 这些小孩子在寺庙里头 可能就是读书学习之外 还有照顾和尚 然后这些年纪 大概都是12到18岁左右的这一种 其实比正他还要在年纪再少长一些了 正他应该是更小一点 对不对 好 那和尚 其实那时候的文化就是和尚们呢 他们会热衷于栽培这些志儿 然后会让他们变得漂亮而有知性 OK 那有时候太沉迷了 太沉迷了就会变得有点总活入魔的状况 所以就有人会主张戒掉志儿 那可是也有人认为 就是这是沉迷的情况 就是把志儿正当化 把志儿当作是菩萨的化身 所以你要侍奉一个菩萨 然后要怎么样怎么样的 然后甚至还有说法是这里 志儿不是普通的美少年 而是观音菩萨的化身 然后只要跟志儿交合 和尚的欲望 就会马上消失得到悟性 所以这是一个神圣的行为 这就是对 他们当时的那样子的解释 那所以在 其实真的有在所谓的 类似的著作 就是在这里头呢 有写到说真的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然后对 所以他们会要培养这个志儿嘛 就会有一些仪式 然后他们修行 甚至还要化妆 对 好 那武士呢 其实在江户时代 武士跟小兴的这个关系 也非常常见 你只要去看一些 在讲平安末期 或者是江户时期的 这些历史剧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武士的下面 一定都有很多小兴 就是专门负责 侍奉武士的这些少年 那最有名的 其实就是那个 知田信长旁边的蓝丸 知道喔 对 那听说他是当时的 有名的美少年 可是其实长怎样 也没有人知道 非常好奇 对 那总之呢 这个武士跟小兴的关系 可能 当然他们是很紧密的关系 可是不完全就一定是有兴关系 所以可能是男色 也有可能是重道的关系 那这个重道的关系 被认为是更高尚 就是 是所谓的 男人之间赌命的牵绊 就是武士道 其实就是 归类于其实就是 比较是属于武士道这种精神面 所以常常就是 比如说武士死掉了 小兴就要跟着切腹 就是类似这样 所以有很多一起战死在沙场的 然后或者是切腹的 训义的 这样子的故事 都是武士跟小兴 这样子的关系 那 有男色异士的这个历史人物 其实很多 包括德川甲光 就是某一代的幕府大将军 然后武田信玄跟伊达正宗 这些都有一些记录 异士啦 那再来就是江户时代 其实还流行一种文化 其实就是有点像妓院的这种文化 那他称之为阴间茶房 茶屋 阴间茶屋 讲阴间有点奇怪 不过阴间指的是南济 OK 是若中歌舞团 就是年轻的歌舞济的演员 同时也会兼南济 那这个是称为阴间 所以阴间不是真的那个阴间啦 那总之 这些男记呢 他们的平均年龄大概就是十四十五岁 对不能够再更年轻 也不能够再更老了 更老可能就没有人喜欢之类的 然后价格非常昂贵 所以通常只有有钱人才有办法去 那个阴间茶屋 茶屋 对 那他们的打扮其实就跟女生是一样的 就是正袖的和服 然后会有女生的 未婚女子的装扮 头饰 对 那当然他们还有其他的 要去培养这些阴间的 这些 一些其他的 其他的细节 这个就不多讲 总之这个文化在江户时期 也有流行者 好啦 接下来我们来讲BL 总之这个文化在日本其实早就已经有 那不过 不过其实我们现在讲的BL 其实跟现实里头的男同志的恋情 还是会不太一样 其实我们还是要把BL 放在一个比较属于妄想的层次来谈 好 总之 有关BL的一些小常识 还是先让大家知道 好 这些就是我在那个BL进化论里面得到的一些资料 好 像是职业的BL作家 好 有99以上都是女生 那编辑者有9分90以上是女生 那读者也是99以上都是女生 总之他要讲的是BL其实算是一个 女性为大宗几乎是全部的几乎都是女生的这样子的文化 当然你不可以说没有男生 其实还是有 只是在比例上来讲的确女生是居多 那所以对研究BL的人来讲 你一定是要从性别的角度去谈 就是女性主义的或者是从其他的性别理论的部分去谈 好 那另外就是有关商业BL的一些统计数字啦 就是BL当中最受欢迎的作品 到目前为止最受欢迎的作品就是这个纯情罗曼史 现在才在新翻才有纯情罗曼史的第三季嘛 所以他是一个动画画已经到第三季的一个很有名的作品 那动画画的那个时候早期 就是第一次动画画是2008年 那时候他累计的销售量就达300万部 不是啊 作品的册啦 应该是说册 不好意思 总之这是一个算是在BL当中也就只有这样子的销售量 他其实你如果要跟海贼王比 或者是要跟活引人者比之类的 当然数字是差很多 没有到很多 可是就已经算是小众了就对了 那另外还有就是2013年末发行的这个BL好厉害之类的 这个是每年都会有发行嘛 然后每年都会写一些排行或者是一些统计资料 所以在那一年他所指的这个BL杂志啊 涵漫画跟小说的这个杂志定期初刊的就有36册 BL杂志就有36册 所以这已经算是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个类别了 再来 BL同仁制跟商业制的关系 我们还是要区分一下同仁制跟商业制 商业制就是有一班的出版社 大型的出版社当然对啊也有小型的 总之就是出版社 然后为了盈利的目的而出版的这些作品叫做商业制 那同仁制就是一些同好 然后自己创作 然后自己印制 然后分享 当然会在同仁贩售会里头卖 可是这是属于一个分享的动作 所以一个是盈利一个是非盈利啦 那商业制里头大部分都是属于所谓的原创 就是它不会跟二次创作有太大的关系 因为会有版权问题 那可是同仁制里面就有分原创跟二创 那大部分的比例来讲还是以二次创作为多 二次创作就是把原来的可能已经在播放的一些JUMP的少年漫画里头的作品 然后把他的作品拿来重新的改写之类的就变成二创 好 那BL还有其他的各种的模式 像是小说漫画 这是最常见的 然后动画 BL动画画的作品比较少 可是还是有一些 那另外还有一个大宗就是广播剧 就是找男生幽来 然后就照着那个剧本来念 然后通常就是会有一些情节的发展 然后也会有床戏 那床戏其实是那个广播剧里面的一个重点 对 那总之还有BL游戏 对对对游戏 然后还有其他吗 反正就各种媒介都可能出现 好这里还要再讲就是同仁制跟商业制的这些人才流动的方向 就是其实同仁制的一些作者 常常会因为可能太有名了 然后他可能就会后来成为商业制的作者 好这是常见的 那不一定只有BL 就是一般的同仁制也是这样子 其他的同仁制也是这样子 那还有另外一种状况是原来就是商业制的作者 他就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些连载的系列 可是呢 他可能忍不住想要画同仁制 很多这样的作者 他已经很有名了 可是他忍不住想要画同仁制 然后就把他自己的作品拿来二创 所以他的这个流动的方向其实是 嗯 蛮有趣的 不一定是单方向而已 那还有就是创新主题的来源 事实上 在同仁制的场合里头会有更多新的点子出现 商业制通常会比较保守 那比较激烈的R18的R25的 通常都是在同仁制会比较多 然后或者是各种什么性转啊之类的 那种新的一开始有新的idea 其实都是出现在同仁制比较多 那后来才会慢慢收编成商业制 好 我现在在讲什么是毕业楼会不会太晚 对 总之 毕业楼 关键字还是要解释 就是 boy's love 男孩的爱 可是事实上呢 另外一个叫boy's love的 也有boy love 其实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词 其实是在指 对少年的爱 然后通常是比较属于男同志圈的一种术语 就是正太啦 喜欢正太的这种男同志 少年的爱 所以目前我们比较常讲的BL文化 主要是指这种 针对给女性看的部分的这个男男恋 所以我们就通称是BL 比较简单化一点 好 更严谨的定义其实是会指商业制 而不是指同仁制 就是在日本有时候会有这样子 比较明显的区分 就是yaoi 他们会把yaoi 用作是在专门指二创 同仁制的二创 然后BL是指 就是在 就商业制出版的这些作品叫做BL 好 那另外 比较早期 比较常听到的另外一个字叫做 另外一个词叫做丹美 好 丹美其实有 其实一开始是一种形容词啦 就是指 三岛游济夫跟古琪润一郎等等的 这些小说风格 我是没有看过那种小说啦 不过这些风格应该就是 用华丽的文字 然后把它堆积起来 然后会是一个比较 呃 唯美吗 我也不太会形容 就是用文字 然后让那个意境变得比较唯美 可是那个唯美 不是说就是很漂亮那种唯美 而是会略带一种忧郁啊 那种感觉 的那种小说风格 那90年代前半 出版社他们会用丹美来称呼BL作品 BL 泛指所有的蓝蓝链的作品啦 那 其实跟BL可以说是同意 就是有时候你在分类的时候 不是写BL就是写丹美啦 就是这个意思 那有些书店就会直接用丹美 来做这个分类的名称 好 可是也有另外一种说法是指说BL是voice 欢乐像 就是他可能是比较年年龄层会针对比较低 可是也不一定啦 读者也不一定比较低 然后可是就是会是校园故事 然后很欢乐的happy ending这种 那丹美的话就是主角通常会是比较倾向于忧郁烦恼 对于他们的认同会感到困惑 那早期的作品大部分都会被认为是比较属于丹美 因为早期的BL作品都会有比较多悲剧的描绘 就是作者对于他们的恋情会感到非常的挣扎 然后有的甚至不敢认同 然后可能就各奔东西之类的 就不会是一个happy ending的那种结局 所以丹美通常会是指这样 然后还有刚刚讲到一个牙奥乙 会是用在那个同仁制的场合比较多 事实上牙奥乙其实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就是它是指 因为也是因为同仁制有比较多这种倾向 就是R18的 18禁的这些场面会比较多 同仁制就是肉本会比较多 对 所以就是把所谓的复杂的心理情节删掉 剧情删掉等等的 然后只展示男孩赤裸的身体来吸引人 强调性的场面 因此被称为ヤマナシ 因为是ヤオイ嘛 它是三个字连起来 ヤマナシ、オチナシ、イミナシ 然后也有另外一种解释 ヤメテオシリガイタイ 那不过后面那一个是比较好笑的说法 比较正式的说法是 ヤマナシ、オチナシ跟イミナシ的这个所写 叫做ヤオイ 那还有另外一个词叫做扶女子 这应该也大家应该也很熟悉啦 因为我们就讲扶女、扶女 可是事实上在日本就是フジョシ、フジョシ 那フジョシ这个字 其实跟日文的妇女子 其实就讲妇女的那个发音是一样的 可是在写字 在用字上就用那个腐败的腐 其实是有点自嘲的意思 是喜欢比较的女性自嘲的用语 那通常你可以自己讲你自己是扶女 可是如果别人讲说这个人是扶女的时候 你就要很小心 如果是外界的人说你是扶女的时候 这是一种很歧视的字眼 就是对方会觉得你有那种歧视的感觉啦 所以你最好不要直接称回 称一个还没有说她是扶女 没有主动说她是扶女子的人说她是扶女 这样其实是不太好的 那台湾其实早期的 早期的他们不叫扶女 其实台湾在早期就有一批 很喜欢BL的作品的前辈好了 那他们通常不太称自己是扶女 他们称为是同仁女 那可是事实上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 就是都喜欢BL 那同仁女他们早期的用法是因为 可能一开始习惯 而且这群人他们一开始是 从创作同仁字出生的 那个那些社团的人比较多 所以就称他们自己是同仁女 那后来有扶女或扶女子 这个字出现的时候 他们其实会根据他们自己的说法 是觉得辅这个字他们认为不好 所以他们不喜欢用辅这个字 所以还是沿用同仁女 所以可是在台湾这两个是一样的 只是你会看到不一样的辈分吧 对 好 OK 再来我们来看BL的进化史 这里面的一些年代或者是资料 有部分是参考自BL进化论这一本书 这个作者叫做 郭口张子 他的封面是请中村民日梅子 就是一个非常红的有名的BL画家画的 就是同级生的作者画的 然后这位作者他其实是用蛮学术的角度去写 性别的理论的部分 比较蛮多的去写这个BL的进化史 好 那他里面有分三期 第一期是从1961年到1978年这个时段 叫做创成期 开始是由这个人写的小说开始的 叫做森茉莉 森茉莉是个奇人 他是被称为是BL始祖 不过他写的是小说不是漫画 他是小说家 而且是很知名的小说家 他父亲本身就是一个日本的文豪 跟夏木树石几乎是齐名的一个日本很有名的文学家 叫做森茉莉 对 然后他的生平也非常非常特别 就是森茉莉非常非常宠他女儿 非常宠森茉莉 森茉莉 然后所以他从小就是被宠爱的长大 而且是用着非常过着非常奢华的生活 他后来一开始写作就把这个妇女恋 他跟他父亲的这些关系转化为小说 而这个小说呢 他因为妇女恋其实还是一种禁忌 所以他后来就把它变成是年长的中年男子 跟年轻男子的恋情 一样是禁忌 那也是年纪之差的恋情 然后把这个东西变成是BL了 就把它变成是中年男子跟美少年禁忌之恋 那对 虽然是禁忌 可是还是比妇女恋要来的被允许之类的 总之 对 所以他的这个创作跟他的背景有一些关系 总之恋人们的森林 这是他的BL的代表作 那1961年开始 那后来24年组就是秋伟旺都 竹公会子跟慕原明江他们 也在70年代开始陆续创作了非常多的BL相关的作品 那时候还不称作BL 那时候称作是少年爱的作品 不足传奇是那个吸血鬼的故事 然后多玛的心脏又称为天使心 天使心其实他的背景是在欧洲的男子寄宿学校 还有就是风雨木之师同样也是在男子的寄宿学校 那因为他们是贵族 过着也是蛮奢华的生活 可是奢华之外还有一些就是糜烂的生活 而且风雨木之师我印象中是更明显的 有所谓的乱伦 还有卖淫 还有毒品等等的这些议题在里面 不是只有男男脸 那这一位金髮的这个男生呢 他其实就是 好像就是小时候遭到他父亲的侵犯还怎么样 然后总之他是 在性方面的关系会比较复杂 可是这一个就是比较正派一点的男主角之一 这样子 那他们之间当然有一些 应该是 反正就是有一些故事发生 那当然这个故事就跟我讲的 丹美的结局通常都不怎么好 所以结局也不是什么好结局 就是不是happy ending 会是那种很唯美的结局 让你觉得看完之后 还会有很多很多余韵的那种感觉 好 那沐原敏江他的作品也是一样是指南来念的作品 魔力与心无 这是背景就不一样了 不是在西方 不是在欧洲 他是在大正年间的旧治高校 那一样是校园 一样是可能也住在宿舍吧 这里面还有所谓的青梅竹马 他们两个其实是青梅竹马 对对对对 对对 然后结局也是丹美的结局 那我们就不多讲了 你有兴趣可以去找来看 这也是一个BL的经典 早期的经典作品 70年代的这个少年爱就是第一期 第一期 第一期的这个称之为少年爱的这个时期 也有被称为是美少年漫画 因为这个漫画里头的出现的角色都是美少年 不像我们现在的BL不一定是美少年 也有季弄然 也有大叔 对 现在BL真的非常的多元 那当时的这些作品呢 大部分是在强调的是心理刻画比较多 成长的部分 心理的成长跟性别的认同这部分比较多 那花之二十四年组就是我刚讲的 邱伟望都跟足弓慧子 然后还有沐原明江之外 还有大岛公子跟山岸梁子跟青池宝子 这些人的作品呢 他们都试图打破男性中心的异性恋关系 就是第一个因为他们都是女性作家 所以他们都比较强调女性的观点 就是主张女生画给女生看 而且是女生会比较了解女生的一些 比较细腻的心思 不像是所种自从或者是横山光辉 他们去画少女漫画 他们可能描绘的部分就会比较没有办法 touch 到女性比较细腻的一些心思 那再来就是以同性恋取代异性恋 然后描绘男性跟同性的爱情 而不是描绘女性跟男性的爱情 这是这个部分这个时代的他们的少年爱的这个时代的一些特色 再来1978年之后开始进入所谓的第二期 就叫Junay期 Junay期是一个专门年载BL作品的商业制 然后Junay呢那时候出现商业制 只是后来也出现了非常多其他的商业制 那同时也因为这样子有很多的作者崛起 所以这是一个同仁制扩大的时期 然后当然商业制也是有很多作者出来这样子 那几个代表的作品是 丘里和国的那个沉睡的森林的美兰 总之是这个意思 对 然后再来是韦琪南的绝爱1989 绝爱其实是韦琪南其实就是同仁制作家出生的 所以就说是同仁制嘛对 然后再来吉田丘生的战力杀鸡 这个其实绝大部分都是在讲 美国纽约背景的帮派跟毒品 然后只有少部分是在讲这男主角跟男主角之前的情谊 可是那个情谊其实就是很浓厚的情谊 兄弟关系 那可是并没有说很直接的去描绘到性的部分 对 然后再来幸运男子 那个作者是高口李纯 这个我就没看过了 就不太确定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时代第二期 第二期的特色有一点就是 他受到海外投资文学的影响 还有同志电影的影响 所以他的场景比较常取材至现实的欧洲或美国 所以你看像战力杀鸡是在纽约 然后这个背景 其实看起来好像也是在纽约 再来就是同仁制的扩大 就是Comicate 1975年开始举办第一届的Comicate 那1975年的时候参加者只有600个人 而且当时大部分70%以上的都是女生 那1981年到了1万人 1984年3万人 在三年后double6万人 然后在两年后变10万人 人数在80年代的时候集一增 然后到91年的时候20万人 这个增加倍数非常非常的大 然后还有就是最后 现在比较接近的一个资料是 可能还有更新的啦 那我没有再去找更新的 2013年的冬天 52万人 所以现在应该也还是维持在50万 50几万人左右 所以人次也就是50几万人跑不掉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活动 那Comicate呢 1980年代的时候 他成为少年爱的流通场所 那一直到90年代的时候 Comicate的作者也都是以女性作家为主 只有35%才是男性作家 而且这个作品呢 从强调丹美剧情的少年爱 逐渐转变成我刚刚讲的那个 牙奥尼 就是有更多性爱场面的牙奥尼的同人志 好 那1978年创刊的这个June 本来的名字叫做Comic June创刊 然后之后才改名叫June 然后进入90年之后也不断的复刊 因为他其实有时候会突然停刊 然后又复刊 然后就最后改名 那当然现在这不是一个很红的同人志 不过在过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杆 那现在在Comicate当中 在这个活动当中 也会用June BL 来指称非二创的原创BL 所以他们的分类会比较细啦 所以稍微注意一下那个用词 然后再来 第三期 就是1990年到现在称为BL期 是因为BL这个字才 从90年才开始盛行 用这个BL的说法 取代了过去的June或者是Dame 那作为南来念作品的代表代名词 那这个时期的特色是什么呢 是BL就一般化商业化 其实就是更普遍的意思 然后有更多的BL专门制的发行 那商业出版社也参与了 就是他们纷纷的投入BL的出版啦 百家真名多样性 好 现在来介绍作者 第一个小鹰和麻的伴 Hizuna 我这里没有介绍 因为我自己不太熟 然后再来是秋月寇的富士剑系列 这个系列的作品 其实内容是跟交响乐团有关 再来就是吉庸史 吉庸史的BL的作品代表作是这一个 就是其实我不太清 我没有看过啦 可是其实它有其他更多的作品 也还蛮红的 看这些作品你就知道 西亚古董 摇养果子店 它有被翻译成 翻拍成日剧跟动画 然后好像韩剧也有翻 然后再来 这个在前几集 西亚古董 摇养果子店的前几集 其实并不是BL的内容 其实就是一个开点心店的 摇养果子店的 然后里面的几个职员之间的 一些很温馨的 也不一定是温馨感人的故事日常 可是到后来吉庸史这位商业制的作家 他就忍不住要画BL出来 就把他旗下的这些角色 把其中两个人拿来配对 然后就画了同仁制 然后就跑去comicate 卖他的同仁制 所以商业制的作者就是因为这样 就跑去comicate卖同仁制 然后他就 后来又被搜集成册 所以也就是成为西亚古董 摇养果子店的后面几集 所以后面几集是BL的内容 可是前面几集不是这样子 好 再来是另外一个作品叫做 独眼绅士与少年 他是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BL 对 这是西亚古董 摇养果子店 然后这是独眼绅士与少年 这个作品其实就是有一个落寞的贵族 就是这一个小 这个男孩 因为家到中落 然后就被卖去妓院还债 然后男妓 男妓院 然后就被这一位有钱人 他不是贵族出身 可是他是一个名作家 是画那个官能小说的 写官能小说的作家 然后反正就是他就 他就去妓院消费 然后就认识了他 而且还帮他 让他赎了身 然后后来他就在他家当仆人 就是这样子 再来是大奥 吉隆史他还有一个非BL的作品 可是里面其实也很多男生 跟男生的复杂的关系 因为大奥的 里面的人都是男生 大奥是后宫的意思 可是这是一个逆后宫 就是因为大奥本来是 幕府大将军的后宫 那suppose都是女生 对不对 可是在吉隆史的这个大奥 他是姓转 就是幕府大将军是女生 所以他的后宫全部都是男生 他有被拍成日剧 所以这是吉隆史的作品 我觉得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翻 因为他把日本 他不是乱编的 他除了这个性别逆转之外 他有很多的历史考据 然后在幕府的那个时代的一些重要的事件 他其实都有把它画进去 所以这并不是完全是虚构的 其实有部分是根据史诗 而且他用这个部分 然后又加上姓转 来交代的是 凸显的是日本的一些性别的关系 对 好 那另外还有一个作品叫做 《昨日的美食》 这其实比较像是温馨的日常作品 虽然主角是两个同志伴侣 那可是他们里面没有H 里面就从头到尾都在讲 吃了些什么东西的故事而已 对 真的从头到尾都是在讲吃了什么东西而已 然后 对啊 你可以说他有点像是 深夜食堂那种类型的作品 再来 介绍的是《星田佑克》 这也算是早期的 也不算早了 90年代的一个代表作品 因为他也算那时候蛮红的作家 《星田佑克》 而且这个《拥抱春天的罗曼史》 台湾是这样翻译的 《拥抱春天的罗曼史》 它是两个AV男优 本来是在演AV的男优 然后后来因为有一个小说家 写了小说就是以AV男优为主角 然后要翻拍成电影 然后就找他们两个人去演 所以是什么剧中剧 总之就有点复杂 他们就演了这个小说家 写的这个剧本之后 就一泡而红 然后就成了一线的男性 然后后来就 也因为他们开始暧昧 然后又后来又开始同居 然后又开始成为伴侣 因为他们到后来还有出国去 就去教堂结婚之类的 这种情节 那就是在《影域圈》是一个很公开的伴侣的 的像 就是很公开的一对同志伴侣 所以在那个情节里头 算是从头到尾都一直很放闪 因为都没有遇到什么困难的这种 很闪的同志的BL的作品 对对对 不过这个故事除了说他们的爱情之外 其实还有他们的成长 因为这是在演艺圈 然后他们就会再讲到说 演艺圈里头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他们怎么样从这些事情 然后彼此扶持之类的 然后就越来越成熟之类的 这样子的一个描绘 那 这个作家的画风也比较特别 就是他不会把其中一个男生画的比较女性画 两个都比较属于 就阳刚特质都还蛮明显的男性这样子 然后这个作者还有另外一个系列叫做冬之禅 他是古装的 那这两个人其实跟这两个人很像有没有 对对然后他在故事在漫画里头 虽然是不同的故事 可是有点把它衍生成前世今生 然后这里就被写成了一个剧本 然后就被这两个人抓去演 剧中剧对对对 就是一个很复杂的 然后他有OVA 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去找OVA来看 再来纯情罗曼史 这个是我刚刚介绍的是销售量最高的 到目前为止销售量最受欢迎的毕业的系列漫画 那中春春菊 他其实之所以会受欢迎 是因为他并不是只有在讲爱情故事而已 不是说就是不是只有什么性的描绘 或者是爱情的一些纠葛而已 他很大的一部分都是在搞笑 OK他都是在搞笑 就很好笑的一个作品 然后故意把一些 有点像是少女漫画的情节 然后在某一些地方 就会把它颠覆把它扭转 所以对就是比较特殊的一个作品 那他的另外一个作品是世界第一初恋 就是也是一个长篇的故事 然后这两个系列 其实是在同一个时空背景里头 然后同一个出版社 因为这个男主角之一是作家 小说家 就是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得了奖的 超有名的在这里有写 得奖的小说家 可是呢他又因为兴趣的关系 然后另外用了一个笔名写BL 然后把他以前喜欢的 就是这个另外一个男主角的哥哥 跟他的恋情两个人就 虚构成BL故事写成小说 然后这个男主角就是 非常的非常的 非常的不高兴就对了 因为是他哥哥嘛 他觉得一开始觉得很反对 后来没想到是跟他一起 发展出关系来这样子 对 然后再来是同吉生 中村明日梅子 同吉生的画风你会觉得很特殊 因为他的人 然后他的轮廓 其实都很有型 我不能说他 因为他一点都不写实 可是他就是很有型 很有他的风格 我一开始看 其实不太习惯他的画风 那可是我觉得 我截这一段就觉得 你会从这里看到他的那个分镜 以及他的整个 用眼神跟表情去描绘某一种感觉的那种功力非常的强 就是他其实没有 这格子跟格子之间都没有讲什么话 可是你看他的眼神就会觉得有事情这样子 对 好 好 再来 同吉生其实还有 就是 同吉生是第一集 然后后面还有毕业生春跟冬 然后后面还有空语园 空语园就不是这两个主角 是另外同一个学校的老师跟学生的师生练 然后再来还有欧比 好 这也是续篇 就是毕业生的续篇 好 所以你看的顺序就是同吉生毕业生跟欧比 对 好 那欧比里面不是只有这两个主角 还有空语园的主角 好 所以他是把它集结在一起 在一起的一些小篇 短篇故事这样子 好 好 再来是 sex pistol 狂野情人 对 台湾翻译成狂野情人 跟这个sex pistol 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对 那 这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他是 动物化 就设定很有趣 就是 把这些人类设定成 这些人类当中有一些是斑类 那个斑类就是 某一些动物的 的意思 就是他可以化成为 虎 或豹 或什么猴 是花鸽的 然后 而且这不同的动物 有不同的层级 不同的类别之类的 那 而且更有趣的是 这个设计是 可以男男结婚 还有男男生子 对 所以 可以男男生子 这件事情我就觉得 非常神奇 对 然后他们的关系是 这个 他的 就是 一个角色的 父母 不一定是父跟母 有可能是父跟父 或者是母跟母 就很有趣的一个设定 这样子 最后一个是 比较近期的作品 而且我觉得很 很喜欢的一个作品 叫做 Smells like green spirit 好啦 就是 中文翻译成 仿佛清新气息 Smells like green spirit 勇景三郎的作品 勇景三郎他的特色是 他的 原意非常好笑 原意就是 他本来脸是很震惊的 然后到了下一个画格 可能出现了一些 什么细菌化的事情 他的脸就整个变形 不是只变形而已 就整个 变黑了 对 就是很好笑的一个 原意这样子 那 当然这个作品是BL作品 他不是真的就是特色 只有在这个原意 还包括说 他是一个描写 蛮写实的 在一个小镇里面的三个男生 高中生 然后 其中有两个 有一些性别上的认同的 就是issue 就是他其实喜欢扮女装 有 其实有两个女生 有两个男生 他们其实很喜欢扮女装 那 当他们穿上女装 或者是擦上妈妈的口红的时候 就会感觉非常的高兴 对 可是这一个兴趣 他们必须要在这个小镇里头 隐藏的很好 那其中有一个是 其中有一个是 因为他的家里非常的严格 所以 而且他对他母亲 有一种 必须要对他母亲负责的那种感觉 所以他后来就觉得说 为了要让他母亲安心 他必须要舍弃这个兴趣 所以他 对 就是很写实的一个作品 然后就是你 在遇到一些同志 或者是有 就是有女性 女装P的这些 同志 少数族群的时候 你可能 他们可能就会遇到 类似这样子的情况 就是家庭压力 那反正就是跟女装P 有一些关系的一个作品 那 再来是 如何进入BL世界 其实就是要告诉大家说 BL 你要怎么样 从一个 一般的看法的人 进入到 用妇女的眼光 用妇女的角度去看这些作品 就是进入到她们的世界 而且会发现这个世界还蛮 这样子的配对还蛮有趣的 其实很有创意 那第一种做法就是 诠释的游戏 就是把各种不同的关系 用不同的 情爱的关系来做解读 那我这里其实又多了一个例子 因为上一次没有把这个例子拿出来用 这个是什么关系 兄弟关系 那我们如果是妇女在看 就是这样子的 兄弟关系就可以把它解读成是 有爱情的 浓厚的爱情的关系 然后这个是什么 冤家的关系 常常两个人就是一直在吵架 那这个也是 扶女们就会把她们 做一个很直接的连结 那这个是 有点配对吧 就是东方福部 西方福部 东方公藤 那也会有人把这两个人做配对 然后呢 这个呢 这个很好笑就是 她下面有一个 台词 你在摸哪里啊 快住手 妇女们很会做这种事 就是 那个原作里头 如果有一些台词 是可以解读成有点曖昧的台词的时候 那个 抓到那个hint之后呢 妇女们就会把它拿来运用 然后就 变成所谓的 就是 情爱的关系 或曖昧的关系 所以这当然也是可以这样子来配对 然后 再来是 这个 应该是公认 三角关系 可是事实上我们都会把这个 中间那个 女主角给 给盖住 对 然后再来是 身高差的关系 没有啊 不是身高差啦 就是对 长期合作伙伴 那个 对 然后这个是青梅竹马嘛 那中间那个米卡莎 当然是要把它遮住啊 然后这个黑子的篮球就很好笑 因为 这里面男生的关系 男生太多了 而且每一个人之间可能都会有一些纠葛 不一定是纠葛啦 就是 队友啊 很好啊 或者是过去的队友啊 然后现在变敌对的关系啊 那个关系都非常的非常的复杂 所以呢 这个对 所以补女们来说这简直是个很重要的来源 全员 对 幻想 妄想的全员 因为他有各种不同的配对 那 比较常见的几个配对就是 黑子跟火神嘛 然后还有火神跟清风嘛 然后或者是黄赖啦 然后黄赖 然后还有这个点点点 我已经后面已经放弃做 等一下 后面已经放弃做配对了 因为实在是太多了 反正就是爱心满天飞 然后甚至你可以把女生跟女生之间也可以把它弄成百合的配对 虽然他们交集蛮少的 总之这是一个 嗯 嗯 然后再用悠游卡啦 或者是健保卡啦 或者是银行的信用卡 点点点的 就是邮局的那个卡之类的 这些全部都可以拿来插 那那个插的 被插的当然就是瘦 而且是总瘦 对什么都瘦 这样子 所以这是一个创意 其实还有 哦 这边有这个例子 就是国家你人化 那另外一种方式就是 嗯 把原来的故事放到另外一种平行世界 好 这里title是写说 二BL 二创同仁的爱情平行世界 事实上BL跟爱情你都可以删掉 二创同仁的平行世界 就是你不一定要有BL 你不一定要有爱情 就是任何的动漫作品 你要二创都可以这样子来创作 好 嗯 可能就是用原作来衍生 他的一些心理揣摩 然后做其他的更多的剧情衍生 不然的话 那个平行世界就是把原来的某一些 角色设定跟关系放到另外一个时空 好 比如说放到这个童话故事里头 或者是其他大众流行文本 那APH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国家你人化的故事 好 那这个APH呢 就他是那时候是 是二战吗 那就是讲二战的那些那些国家之间的一些关系 像是意大利啦 或者是日本或德国啦 然后美国的英国啦等等的 都把他们你人化 然后做配对 然后 可是 这个方式模式A呢 就是又把这个你人化的人们 又放到一个流行文本或童话 比如说会姑娘 那这个好像在原作里面就这样子啦 就是那个意大利常常就变成会姑娘 然后跑到其他的国家去这样子 那再来模式B是把原作的背景改变 比如说海贼王的背景放到那个学校的生活里头去 就变成海贼学员 这是台湾人的一个创作 然后再来就是模式C 就是人事联系关系的换制 比如说 这两个人 很多人喜欢把这两个人 就是云魂的那个爱银跟土方 对 就会把他们变成是家庭关系 那夫妇啦 然后还有生殖 这样子的创作其实也还蛮常见的 好 OK 那我们现在谈一下BL当中的公寿模式 我刚有讲到公寿啦 可是我没有特别做解释 我想应该很多人都应该可以 都已经听过了 那不过我还是稍微做介绍 因为我后来发现 除非你是妇女 或者是你是跟动漫很相关的人 就是了解的人 不然的话 好像一般人真的不懂 不懂什么是公寿 我曾经在某一个场合里头 就是我去看新社园的彩排 然后那时候有采访了一些 其他媒介的记者之类的 然后那时候就问到公寿 然后导演就觉得要解释很麻烦 然后就叫我来帮他们解释 然后呢 这个解释呢 其实大部分的人会用一个很含蓄的方式 去解释什么是公寿 就是公是主动的 在性行为上是主动的 然后受视被动的那一方 你们觉得这样的解释是对的吗 这个解释很含糊好不好 很含糊好不好 因为如果你要讲清楚一点的话 就是公寿扮演一号的角色 因为在同性恋的伴侣当中 他们有称所谓的一号跟零号 那可是一号跟零号 如果你也听不懂的话 那要怎么办 不好意思 我那时候当场我就用一个很方式 对对对很简单的方式就是 一号是插入的 零号是被插入的 公是插入的 然后寿是被插入的 这样不是非常清楚明了吗 那有人听到就觉得好像有点吓到 为什么讲到这么直白 可是我刚刚第一个解释说主动跟被动啊 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很正确的说法 因为好第二个 我这里讲的是公通常是主动的 然后通常 我请把那个通常做一个强调 通常不是永远都是这样 也不是总是 总是通常是主动的阳刚的 甚至会具有暴力倾向 然后会强制受方去接受被迫 然后在BL作品当中 有很多像是这种下药的 春药的 然后强暴的 或是绑架的 监禁的 这些其实都还蛮常出现的 那瘦呢 通常都是被动的 然后用许多阴性 阴柔特质去描绘这个瘦 像是纤细柔美 然后性感的 然后通常会用色气这两个字来形容 那甚至有些作品喜欢把瘦扮成女装 那可是我刚刚讲的这个通常 并不是总是这样 因为其实你在 你如果作品看越多之后 然后尤其是比较新的作品当中 你会发现有很多是很主动的瘦 OK 主动的瘦 就是他主动去追求 然后在性的行为当中 他也是扮主动的角色 虽然在1号跟0号的那个位置 他可能还是没有变 就是 是这样 那总之 好所以我觉得 大家可能要避免用主动被动的 这种方式来讲 好 再来就是 在BL的性行为描绘上 会不断的去 复制男性向的这个色情看护当中的 某一些象征性的符号 那比如说阳俊崇拜 然后高早时的表情 那还有就是身影声 这些其实在那个A片里头 就是男性向的A片里头 是常常被强调的 那在BL里头也同样会做这些事情 只是那个对象从女生变成男生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比较常见的就是 比如说把瘦变成很女性化的 这很明显嘛 应该就可以看到出来哪一个是瘦 哪一个是弓 然后甚至直接穿女装 而且还女性内衣的 那可是就是有些作品 的确是会把瘦直接化成就是很像女生 只是因为他的 只是他的生理构造就是不一样 这样子而已 好 那常见的强弓弱瘦的模式 就是一定会有一些配对嘛 那些配对的那个角色关系常常会是这样 像是主人跟仆人 我少一个 主人跟那个执事 然后主人跟宠物 然后再主跟奴隶 然后老师跟学生 学长跟学弟 大叔跟正太 上司跟属下 这一些配对 其实你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不要讲姓或者是在讲那个公寿好了 光是在讲那个他们的权力位置 都很明显 前面的人都是比较有权力的人 对不对 然后后面的都是比较没有权力 然后常常就是被控制的等等的这样子的 比较弱的人的角色 那所以这种叫做所谓的强弓弱瘦 那在配对里面当然就是前面是弓 后面是瘦 可是 我要跟你们讲的是 现在的趋势是反过来 反而比较更受欢迎 OK 好不好 比如说强瘦 我刚刚有讲主动的瘦 强瘦 女王瘦 就是强瘦的去弓 年纪大的 学弟弓 学长 这种就叫所谓的年下弓 然后中拳弓就是 他可能就是只是默默的守护在旁边的那种弓 那就叫中拳 然后通常都会配上一个比较强势的瘦 这种叫做弓瘦反过来 然后还有另外的模式 比如说弓瘦可逆 就是 这个时候我是弓 然后你是瘦 可是我们可能有时候突然就反过来了 然后类似这样 然后还有一些作品 他是所谓的弓瘦难辨 就是 就是两个男主角的角色都还蛮很像 没有说哪一方特别的柔弱 或者是比较阳刚 这种比较没有办法区别 然后你就没有办法在作品里头去分辨说 他应该是哪一个是弓哪一个是瘦 这种情况是蛮常见的 而且我觉得最近的作品很常出现是这样 而且现在很多作品是 他可能外表看起来是很阴柔的 可是事实上他是弓 对 现在的作品很多这样 那这个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师生恋 可是其实是老师是瘦 然后学生是工 这个是老师嘛 然后他其实是瘦 然后还有像是这个 是学弟工学长 戴眼镜的是学长 然后是非常胸爆的一个学长 可是他是个瘦 对 然后这个 Tendence 就是我讲的 其实两个人的描述都非常的 没有所谓的哪一个看起来比较像瘦 或哪一个看起来比较像工 然后我在看的时候 因为他们还没有正式进入交往的关系的时候 你真的不知道他们的位置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都还一直在猜到底哪一个是瘦 哪一个是工 对 可是哪一个我都觉得很有趣就对了 嘿 这是一个 我觉得很棒的作品 好OK 接下来 给你们看这个图片 这些图片是哪里来的 比如说你们可能会在某一些A片里头看到的画面 或者是美上的游戏里面看到的画面 因为那个导演就是以前是做那个的 对 那这些画面你会觉得是怎样 男生看觉得怎么样 女生看觉得怎样 有什么感觉吗 男生看会觉得很常见吗 你们会觉得这很 就是在各的作品里头都常见对不对 像这样子 我只要是要给你们看 这是一个用男性的角度去看女生身体的一个方式 然后所以他会特别凸显哪些部位 胸部 好像都是胸部 或者是大腿 腿部之类的 那总之就是穿的少 然后呢 还有就是女生要扮演什么样的表情 像这样子害羞的表情 对不对 然后或者是像这样子 好像是高潮的表情之类的 虽然是只是在吃美食而已 莫名其妙嘛 好 不过这例子真的很像 对 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作品 不过像这种抱枕常常就是会有这样的设计 好 这个是一个以男性的眼光去看女性的身体的角度 OK 那我们现在来看另外一个 这个是怎样 这个其实就很明显是一个看男生身体 而且是女性去看男生身体的角度 对不对 然后本来是女生的身体的某一些部位被强调 好 可是在这里是男生的裸体会被强调 好 虽然他没有胸部 对 然后还有就是表情 对不对 表情这很明显的 原来的这种高潮或者是害羞的这种表情 在比尔的漫画里头也一样会被表现出来 好 那我觉得 这里头 这样子的比较其实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 不是作用啊 其实我的目的还有一个作用就是 其实男生看这个画面可能你会觉得 就是这样子看 或觉得说在很多的作品色情 尤其是色情的作品里头 的确就是表现这样子 然后去服务男生的一种方式 可是呢 当男生在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 可能男生的反应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我想在座的男生可能会觉得 怎么会这样子 对于男生做出这样的表情 会感到非常的不适应 那 其实我很想说 其实女生看到这些作品的时候 也会觉得 同样的反应 只是因为我们 比较常见的是这个东西 有时候女生自己也会 看多了 自己也会内化 可是你必须要比较的是 这两个没有什么差别 只是性别不一样而已 那既然男生可以这样做 为什么女生不能这样做 所以一种是男性凝视 然后我们现在讲的是 所谓的女性凝视 那不过我们还是要去提到说 就是有些男生没有办法接受这种东西 有些人无法接受必有的原因 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是 简单讲就是孔童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字 在父权社会中 男性的角色享有比较多的社会资源跟权力 赋予他们比较多的特权 所以在性别越界的时候 会感到威胁 就是当他们男性的角色不再是所谓的阳刚 而且不再是所谓的主动的时候 就会尤其是看BL的时候 男性角色在其中一方 会呈现被动被暴局 或者是阴柔的特质 这都是在讲被动 就是其实在讲瘦的那一方 看到的时候会觉得不舒服 为什么 其实我觉得很好笑是 为什么你不是看公的那一方 而是你会去看瘦的那一方 然后你对于瘦不能接受 那你为什么干脆不带入公就好了 对 好啦 总之这个不舒服 其实就背后隐含的就是一种 畏惧自己可能会如同BL作品当中瘦一样的 被动被插入 不像男子汉的这种孔洞 而且一旦他被标示为不像男子汉 或者是娘娘腔 就会被认为你可能是同性恋 然后你的那个男性尊严 可能就会有受到威胁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父权社会里头 其实男生会特别感到害怕 那女生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女生你其实被当成是男人婆好了 就是你可能有些女生具有洋洋特质 可是事实上这样子的女生其实 比较没有像男生这样子的排斥 甚至害怕被被被被被 这些凸显出来的特质 那总之对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些问题 然后还有就是对性别角色有非常刻板的印象 对于性别角色越界感到惧怕 其实这个就不一定只有说是男生 有些女生也是一样 就是不一定只有你们 其实大部分是我觉得是在上一代 年纪比较大的人反而会有更明显这样的情况 就是他对于这个社会上的分类只有两种 男性跟女性 所以你当尤其是上一辈的人 当你看到有一个中性的人走在街上 或者出现在电视上 第一个反应是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会有这样子的分辨 就是你一定要先知道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然后才有后面的东西 然后可是事实上 这个其实并不是一个最重要的变相 就是是男的又怎样 是女的又怎么样 我们现在其实男生女生都可以做同样的事情 所以不一定要这样子被区分 可是事实上有些人就是一定要有所谓的科版的性别角色 就是因为你是女生 所以你可以做哪些事情 然后你是男生你才可以做哪些事情 可是一旦有越界就会感到害怕 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跟他的所想的分类是不一样的 好 ok 然后我们来讲男性凝视跟女性凝视 男性凝视这个字眼 是一个电影理论的女性主义者 Laura Mulvey 她所提出来的理论 然后她主要是在讲好莱坞电影 好莱坞电影大部分都是男性导演 然后用男性的眼光去那个镜头去拍摄女体 所以在好莱坞电影里头 女生的角色大部分都是工具性的 就是花瓶 然后可能就是有时候是当演一个扮演一个被救的角色 所以要凸显那个hero 所以必须要有一个被绑架的之类的女主角 或者是谈情说爱 然后让男生去追求的那样子的女生 然后在运镜上就会特别去强调这个女人的某一些部位 她的身材她的脸孔等等的 而不是她这个人 所以在好莱坞的电影里头 这个称之为所谓的男性临视 其实在我们的主流媒体很多都是这样 并不是只有好莱坞电影 那大家其实要特别去对这个要有敏感 才能够特别去找出哪些是所谓的男性临视 那女性临视是什么呢 这个其实就非常非常明显 都表现在那个就是比尔文化里头 那首先先看比尔文化其实有很大一部分 是从少年漫画衍生出来的 所以呢我们现在先看的是少年漫画的封面 银魂 黑子的篮球跟这个叫什么 冠男高手 那这一些封面呢除了神乐之外 其他都是男生 那当然你说因为是运动漫画 当然都是男生嘛 可是女生会看 其实很多女生会看这些运动漫画 因为这些封面里头出现非常多的男体 OK男生的身体 然后你可以说她是有些人可能会受到 这些男生身体的肌肉的吸引 然后或者是俊美的脸孔的吸引 帅哥的吸引 这些都有可能 那也有一些就是直接看这个里面 跟男生跟男生之间的暧昧 那这个就是女性临视 那毕业楼呢它可以被视为是女性的色情文本 在我们的刚刚的那个电气阶的漫画店里头就有提到嘛 那为什么说是女性的色情文本呢 因为BL是给女生看的 她的创作基本上目的就是给女生 而且是异性恋女生看的 那异性恋女生她欲望的对象其实就是应该还是男性 那所以呢她从BL里头会去看到 虽然她是在描写男生跟男生之间的爱情或者是性 可是呢里面会凸显的是在性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有所谓的身体的一些表达 所以去窥视男人的身体 用女性临视的角度 然后主动去了解情欲对象的生理性质 也就是男生的生理性质特质 其实很多女生 可能辅女在看了BL之后才知道 原来男的身体对的某一些东西 其实也会很敏感的 之类的 然后还有就是对青少年女生而言 BL或钙片 是了解男性身体跟情欲的管道 好什么是钙片 钙片是那个吃了骨骼会比较发育好的钙片吗 就是gay片的意思 之前我还不知道 真的是也是人家跟我讲我才知道的 那总之呢 有些人会看了BL文本之后 对男生身体有兴趣 然后反而会真的去找真正的演员 演的概片来看 所以这是一种好奇 对啦好奇心所指使的 对对对好 OK那可是BL其实不一定都有H啦 不一定啦 所以有些是清水的 那可是H的真的是含大多数 没有H的话会觉得不够满足的 这样子的妇女非常多 对那所以BL当中 无论是清水或者是高H BL当中的爱情不可或缺 只要有爱什么样的性爱都可以接受 就是因为我刚讲了 会有强暴的场景 会有监禁等等的 这种强迫对方意愿的这样子的一些场景 也都可能会出现在BL 可是呢 无论他中间可能怎么样被强迫 或者是后面 总之在强迫的当下或者是之后 一定要发现说原来他是爱的对方了 这样子才有办法对才有办法被接受 不然从头到尾都是强迫的话 其实对可能可能会是少数啦 对好再来所以这一种BL是一种重要的女性文化 然后他可以颠覆父权制跟打破孔童的女性文本 提供脱离移除男人监督的这个控制的机会 就是因为他是纯女性的文化 不过我还是要讲 其实看BL的男生也是有很多 不一定都是全部女生 可是基本上他是一个 主要还是从异性恋女生的那个角度出发啦 那再来就是BL是为年轻女性读者在情欲上的启发 刚刚也都有讲 因为主流市场的色情刊物多为男性相 所以呢BL这个部分 其实是真的只能够是成为少数 你可以找得到的女性相的色情刊物 你现在可以 然后问一下 除了BL之外还有什么是女性相的色情刊物 有啊没有说没有 还有什么 女女游戏啊 淑女漫画啊 然后言情小说啦 对啊其实都有 只是 好啦BL比较具有印象在那边 好 那接下来做很快的介绍好了 还是要做一些作品的介绍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比如说BL里头有一些是上班族的作品 就是他不是像少女漫画一样 都只有校园或者是一时空之类的 这样子的作品 他会有现实的 比如说上班族的恋爱 然后甚至也有黑道的 那这位作者叫做 我们俗称为是公帖 就是公帖老师 他是同仁出身的 而且他同仁本来是在画家教里头的某一个配对 山本跟云雀吧好像是 所以你看这个不是很像山本吗 哈哈哈哈 对啊 对啊他的公都几乎都很像山本啊 对 所以大概会是有这样子的情况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作品 叫做那家伙的真命天子 我觉得 这个就非常非常的清水 因为他们到现在还没有真的H过 然后可是有点像是那种在校园里头的灰姑娘 因为这个男主角是一个非常丑的 不起眼的男主角 可是被一个校园王子 学园王子所喜爱着 对 然后大概是这样 然后另外这个作者呢 夏木为朔其实也是同仁作家出身的 而且他画的配对 大家应该也非常的熟悉 叫做山智跟索隆 然后所以他的主角也几乎都很像 因为这个你不觉得就像索隆吗 这个一直都很 他的公一直都很像索隆啊 对啊 这是不同作品喔 对 所以同仁出身的人 常常也会有一些这种问题 好啦 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重点是他的故事要好看 那还有一些其他的媒介 其实 碧友漫画只是其中一种 碧友小说其实在日本非常的多 只是因为翻译的问题 在台湾出版的没有到非常的多 那也有一些状况是 小说的文本被改编成漫画 像这一个就是这样子的例子 樱田索隆是在日本一个很有名的 毕业小说家 那以他的小说为剧本 为脚本 然后由这个漫画家 山田悠吉来画 然后这是一种文本之间的 媒介之间的转换 就是小说 然后跟漫画做连结 那事实上这样的作品 也会被拿来做广播剧 毕业有非常多的广播剧 都是从小说跟漫画 就是衍生出来的 那都会找一些有名的声優 然后还有OVA 像这个声優就是会找一些日本的 有名的男声優 然后他通常也都会是Drama CD 就是广播剧的同样的声優组合 同志酒吧是在毕业的漫画里头 非常常出现的场景 然后还有刚刚那个学长 他的弟弟其实也是另外一个故事里面的配对 然后你就会发现在毕业有漫画里头 几乎所有人都是同性恋 对 同一个家族的兄弟可能都会是同性恋 然后就会发展出不同的故事 因为这是很方便的一个做法 所以呢 其实你会发现这些都是一个非常不显实的做法 就是怎么可能同一个家族里面的兄弟都刚好是同性恋 然后怎么可能这些故事都这么的浪漫 这些其实完全都不显实 所以其实要告诉你们的是 这个根本是妇女的妄想 只是妄想而已 不要想太多 OK 那么 come почему 我有这么多大陆 呼 raise 提 Señor